聊斋志义 作者普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妖术 于公 年轻时富气热力 仗义助人 喜欢练拳比武 他的力气很大 能抓起大狐狸像旋风般的挥舞 明朝成真年间 他到京城参加电视 仆人却得了传染病 起不了床 他心中十分忧虑 恰好街市上有一个鲸鱼补卦的算命人 可以补算人的生死 于公便想代替仆人去算卦 问问病情 到了算命人那里 他尚未说话 算命人就说 你想必是来问补仆人的病情吧 于公吃惊的点头称是 算命人又说 病人倒没有什么危险 你反倒很危险 于公就请他为自己补一卦 算命人一起卦 惊恶的说 三天内你必死 于公惊诧了半天 算命人悠然的说道 毕人正好会个小法术 只需用十两银子做我的酬劳 我就能为你消灾解难 于公心中暗想 人的生死都是命中注定的 法术怎么能够解除 于是也不多说什么 起身就准备走了 算命人说道 令熙这几个小钱 你可不要后悔 于公的好朋友都为他担心 建议他用所积蓄的金钱去哀求算命人 让他为自己解脱灾难 于公却不听 转眼就到了第三天 于公在旅馆里端坐着 静静地观察情况 一天过去了 却没有什么意外发生 晚上 于公关上门窗 点亮蜡烛 持着剑在屋子里端坐 等到一更天都要过去了 也没有一点要死的迹象 于是 他准备去睡觉 这时 忽然从窗户缝里传来稀稀苏苏的声音 他喜忙一看 只见一个小人扛着一只鸽从窗缝中钻了进来 落地后长得与正常人一样高 于公拔剑跳起来 猛地一刺 但那人飘飘乎乎的没有刺重 又突然变小 找着窗户缝 就想要逃走 于公赶上前去 飞快地挥了一剑 那小人硬生倒地 于公在烛光下一看 却是个纸人 已经被拦腰砍断了 于公不敢躺下睡觉 又坐着等待 一会儿 一个怪物穿过窗户闯了进来 如同鬼一样的猙獰丑恶 怪东西刚一落地 于公又飞快地一击 把它砍成两截 都在地上蠕动着 于公怕他又复活 接着连连刺了几剑 渐渐击中 发出脆响 仔细一看 却是一个土偶 已经被击成一块块的碎片 于是 于公一坐到窗下 注视着窗缝 过了很长时间 忽然听见窗外有牛一般的喘息声 有个东西在使劲地推动窗框 房屋墙壁都被震得不停地摇晃 似乎就要被推倒了 于公怕被压在房下 想着不如出去与他决斗 于是 他猛地打开房门 冲了出去 仰头看见一个巨大的鬼 身高和房颜一样高 借着昏暗的月光 可以看见他的面孔黑得像霉块 眼睛里闪烁着黄色的荧光 上身赤裸 脚上也没有穿鞋 手里拿着一张弓 腰间系着剑 渔公正在惊骇之时 那鬼冲着他弯腰射了一剑 渔公用剑一拨 剑落到了地上 还没等他反击 大鬼又射一剑 渔公闪身躲开 剑射入墙壁 剑尾抖动着发出声响 巨鬼极其恼怒 又拔出佩刀 挥舞得如同疾风一般 向着渔公劈了下来 渔公腾跃而尽 清洁如喉 巨鬼一刀砍在了院中的石头上 石头一下子被砍成两截 渔公趁机从巨鬼的双腿之间钻了出来 一剑击中了大鬼的脚脖子 发出坑然的金属之声 那鬼更加恼怒 发出雷鸣一般的怒吼 转身又举刀剁了下去 渔公又伏低身子钻入大鬼的胯下 但裙袍还是被大鬼的刀砍断了 这时 渔公已经钻到了大鬼的叶下 他挥剑猛刺 也发出坑然的金属声 大鬼被刺中 扑倒将卧在地上 渔公又上前一阵乱刺 发出的声音像寻夜时敲击木帮的声音 就着烛光一看 巨鬼变成了木偶 大小和人一样 弓箭还系在腰上 脸上描画得猙獰可怖 被剑刺中的地方 都有血流出来 渔公一晚上都点着蜡烛 坐着等到了天明 忽然醒悟 这些鬼怪都是算命的人派来的 想以此置自己于死地 用以表明他不算的灵验 第二天 渔公将这件事的经过 一五一时和朋友说了 大家一起到了算命人的住所 算命人远远地一望见渔公 转眼就消失了 有人说 他这是衍生术 用狗血可以破除 渔公照他说的准备了狗血 又来找算命人 算命人顾忌重演 渔公急忙把狗血泼向算命人站着的地方 算命人立即现出了圆形 头上脸上全是狗血 目光灼灼的 像个鬼似的立在那里 渔公就把他绑了 押送到衙门 判了死刑